不得不邀请我们一位老朋友 也是我们今天 非常一个重磅的嘉宾 那掌声有请 我们的国服最具代表性的选手 时机 马总 欢迎 欢迎 欢迎马总 这个打招呼就得带设备了 这个带设备 来吧 贴心的蝉奶奶问您夹线 都得靠蝉老师来去配合了吗 这个在解说台这么多年 好像还没有人为我来 在解说台上面来 后面有的是机会 来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小马 今天就先不叫时期 不叫马总 还叫小马是吗 已经很久没有人叫我时期了 时期这名字都快被淡忘了 我自己都快忘了 陌生了 怎么说 这个应该是头一次 来到总决赛的现场 并且是带着任务来的 对不对 刚才跟场外的观众朋友们 互动感受怎么样 这氛围真的非常到位 就是跟在直播间完全不一样的 有没有人给你放狠话 拉你出来单挑啊 就刚刚我们因为三个人在拍节目嘛 所以感觉观众都没敢上来 有点拘谨 有点拘谨 在设限机放下的一刹那 可能就有很多人 小马来单挑 小马来单挑 我们刚好聊到了记录这一块 小马这一个赛季应该是一直有 在直播间去陪伴着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去看比赛的 说到季后赛来说 记录哪个是让你更为深刻的 我不知道我跟你想了一句一样 有一个车间 车间 白狼 对 1分18.77 这个当时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就已经在直播间惊呆了 就是我如果他私底下跑这么快 我一点也不惊讶 但是我很惊讶的就是他能在赛场上 跑得这么快 对 其实主要那一张三星赛道 他考验的一些微操技巧比较多 对 同时那张图其实出场率很高 但真正能够在场上跑出 计时成绩的选手还是很少的 是的 我记得这个视频一出 就包括所有人的惊叹像宁清 包括说马总 对吧 剪了一个贴片 好多人看到这个成绩都说真的快 还简单剪了一个合集 对 这个合集 那除了这个记录以外呢 就包括计时挑战赛有没有选手 当然肯定会想到审 说计时挑战赛 现在审这个名字一下就冒出来了 是吧 直接就会想到他 有没有跑过让你觉得就特别惊讶 那太多了 就仅限于计时吗 还是所有的比赛 所有比赛都说吧 计时的话随便拿一个出来 审的那个海滨之眼时期 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阵赛的话 就千寻的那个流伤曲水一分四零 都是比较惊艳的成绩 对 但是有这个说到流伤曲水 千寅今天也会打明明表演赛 其实今天总比赛有一位选手 看着他这个记录不爽很久了 你知道谁吗 肯定是风仔 没错 风仔私下对于这张图的国服是很执着的 而且他确实是一破再破 非常强 对 他那个螺旋弯270度的那个弯 我跟就是那些国服选手 也就在讨论说为什么能过得这么快 就是我们也经常私底下讨论一些职业选手的操作 对吧 对他的这张图也是非常的惊愿 是 可以说对于这张图来说 风仔确实理解的很极致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这次总决赛上有没有其他能够展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 那说完竞速了 我们也说一下道具吧 道具这一块就交给东子来说 对于RSC道具组这一个赛季怎么看 其实对于RSC这支道具组的话 让我看到了念旧 在上个赛季加入到RSC之后 他们在常规赛的一个稳定发力 但是来到这个赛季 他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对手 也就是狼队 其实狼队除了在常规赛的第一场比赛 输给了RSC道具之后 他们目前的道具大局的胜率是93% 就是除了在常规赛的第一场 输给RSC道具以后 后面 没有复了 道具你也看 全顺 这都知道 因为狼队的道具 我确实一场没有处过 实在是太离谱了 对 看他们道具会不会也有竞速的那种爽感 有 就跟多少个赛季以前吧 看RSG的那个 21年 对对对 就跟那个时候一样 对 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比赛还没有开始 你已经知道结果了 尤其在道具赛当中 还能跑出一些竞速的操作 就让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离谱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狼队这边3v3道具 大场胜率93.8% 但同样的 其实对于RSC来说 2V这一个赛季表现也非常出色 他们的2V除开狼队以外 在一整个赛季是只输给过WDGM 其实狼队也是一样 除开RSC以外也只输给过WDGM 对 所以说WDGM在这个赛季的竞速含金量 还在无限的上升 RSC2V大场胜率81.3% 这个也是非常离谱的 之前我们看着过百分百 但是对于百分百这个概念来说 现在想要再达到的话 还是有些难度的 对 那怎么评价RSC这个赛季的2V 2V吗 我觉得2V他们打狼队 就是我打狼队来对比来说的话 主要还是看二号位 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二号位法 就是比如说省 对战 小玉这一块 其实宁清和风仔这两个 我们可以现在看作是思经利敌 甚至我们通过这个赛季的数据 风仔的表现甚至是更加好的 然后所以但是我们要看那个 还是要看二号位吧 对 二号位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小玉的这一块的发挥 是的 其实从数据来看 风仔在这个赛季 真正做到了五兵型战士 所有的数据 除了跟车是9.8以外 都是10 而在这个赛季当中 对于宁清来说 他的起步或者临跑方面 甚至极限 可能并没有像上个赛季 这么稳定 对 看选手数据对比吧 从五维能力图来说 风仔是四个词 然后缺着一个脚在宁清那儿 跟你说这两位选手 在五维里面 确实是包揽 我们所有选手当中最顶件 是的 对 这个确实有点离谱 尤其是风仔这个赛季的数据 再来看一下 二号位的数据对比 也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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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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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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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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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